記得我在正式請假 開始競選活動的前一天晚上 我留下了一張字條給我的秘書 除了感謝他四年來的幫忙 我也告訴他 阿伯一定會回來 阿伯回來了 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一直確立了 台灣政治文化的改革方向 改變已經成真 改革不會回頭 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勝利 感謝所有市民朋友 用你們手中的一張選票 匯集出公民的力量 讓務實對話公開透明 謝謝你們用選票 表達你們對政治的意見 這會成為市政團隊改進的參考 選舉過後 台北還是我們共同的家 也是我們唯一的家 我也要感謝四位可敬的對手 你們指出市政還不夠好的地方 我們會用更高的標準 來自我要求 服務市民 成就台北 在這裡 我也要感謝我的競選團隊 這個史上最年輕的競選團隊 謝謝你們 你們 與我一路堅持到現在 成就今晚的成果 我們是一個團隊 無論你們將來要做什麼 往哪裡去 你們都會帶著這段 我們共創歷史的回憶 以及我誠摯的祝福跟感謝 你們對政治的期待 就是我從政的動力 你們對台北的嚮往 就是我為政的責任 這一點永遠都不會變 選舉已經結束 我衷心希望 無論是支持什麼顏色 不管是屬於哪一個世代 就讓所有的陳建 停留在選舉結束的那一刻 選後 我們還是台北市民 未來四年 也請大家 繼續監督柯文哲 讓我們繼續跨世代 跨黨派 攜手合作 團結打拚 面對更艱難的挑戰 超越藍綠 不是為了要消滅藍綠 而是要讓台灣成為一個 和諧共融的社會 未來四年 我會信守對市民的承諾 繼續秉持 開放政府 全民參與 公開透明的價值 繼續推動 改變台灣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繼續以清廉 行政 關懷人民的施政理念 讓台北成為宜居的城市 讓人民過更好的生活 記得我在正式請假 開始競選活動的前一天晚上 我留下了一張字條給我的秘書 除了感謝他四年來的幫忙 我也告訴他 阿伯一定會回來 阿伯回來了 Cassiam 阿伯回來了 阿伯回來了 我agner 如果明天太陽升起的時候 我們一樣繼續工作 我們還是要為台北更好的未來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各位台北市民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在沒有政黨的資源 沒有財團的支持之下 全部靠大家的支持 因為你們台灣的政治才有新的機會 你們是創造台灣歷史的人 謝謝大家